音樂 她到了半夜 她才回來 而且是醉醺醺的 她會丟東西 最後就可能就會動手 那第一次出球打她 也是沒有預警 他就展開逃亡的生涯 有一次他在孔裡面開戲 那個男的來了 當著所有人的面 狂揍他一會兒 他就在逃亡 你應該要救我們吧 他就害怕 我在生產的第四天 還在月子中心 就必須要陪他去外面收繡 跟他說 現在好玩 我真的很想回去 他就這樣把我拖回來 選美冠軍的女藝人王子瑜 日前出面控訴科技動作男友 對他暴力相向激進毀容 六年感情被粗暴摧殘 藝人家暴 婚變事件頻傳 很多人往往質疑 為什麼要回到那個男人身邊 今天請到了幾位 走出家暴的來賓與專家 共同討論這個話題 對 但是我後來轉念影響 我覺得其實在這個社會當中 或是在我們的身邊 或是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其實都有一些危機 或者有些事情在發生著 但重點是我們要用什麼樣的心情 跟方法去面對它 然後讓自己人生過得很好 所以突然間我又有精神了 你又有精神了 你會覺得說其實 我們在節目還是希望說 大家可以用一個 積極樂觀的態度 來面對這些事情 然後如果真的發生了 或是真的發生在你周遭的話 你要怎麼樣去處理它 對 其實事後其實往往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 其實一開始是源自於一個 最近大家比較關心的新聞事件 是 就是一個跟家暴有關的新聞事件 待會我們會請專家 來問我們講解一下 但是今天就有一些過來人 在這兒告訴大家說 其實是可以走出這個風暴的 是的 今天談到家暴 我們請來這幾位來賓 首先第一位就是我們的 林紫薇 歡迎她 我現在都被人家暴 我都被家暴 多好看 這個態度多好 對啊 好不好 走出家暴引影 現在第二位就是我們婷婷歡迎 哈囉 謝謝 第三位是我們的王家佳 歡迎她 大家好 第四位是我們自身媒體人 吳文婉婷姐 來 今天要講我是專家 你是過來人 不是過來人 是見證這些事情的過來人 對 你看了很多這方面的故事 今天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 好 接下來最後一位呢 因為這個家暴其實有些時候 涉及到一些這個法律事件 那就是我們的這個律師 賴方律師歡迎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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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想應該要先請婉婷姐 為我們就是介紹一下 最近比較熱大家比較關心的這個新聞事件 其實對所謂資深媒體人來講 其實這麼就是一二十年來 這種所謂的家暴事件 在演藝圈裡面真的是層出不窮 而且你會發現說一次可能比一次來的嚴重 以這一次呢 這個王子瑜的事件來說 先介紹一下王子瑜這個人 因為有很多人可能對他其實 光看乍聽這個名稱會覺得很陌生 那事實上其實他在次齡裡面電影次裡面 他是有演出的 那也算是呢 就是女演員 看到她的臉大家會喚起一些記憶 那先講說其實在 就是七月上個月的二十號 其實他跟他的男朋友 其實是某科技公司的董作 那雖然他真的做了不該做的事情 但我們還是留一點顏面給他 那大家上去Google也是一樣啦好不好 然後呢 這個科技公司的董作呢 其實在這個夜店裡面呢 據了解當時的狀況是 好像非常天外飛來 對王子瑜來說 好像也沒有很 就是也沒有天大的事情 可是他男友突然間就把他拖到這個 夜店的電梯裡面 後來就是一陣狂打 那據這個王子瑜的描述是 他當時只依稀 他唯一的意思就聽到呢 砰砰砰 在他的頭上不斷的狂打 那他不斷的喊救命 可是男友是不理他的 所以後來呢 他完全無意識的狀態下 只依稀覺得他不斷的吐血 血不斷的從嘴巴裡面冒出來 那後來送醫診斷之後發現 其實他的腦骨是有碎裂的 然後再來呢 右眼幾乎差一點 就是近瞎的狀態 所以大家也就是在新聞畫面裡面看到 幾乎等於是毀容 那這段感情呢 後來大家才知道 原來跟他的董作男友交往了六年 那呢在期間呢 多多少少都有衝突 那可能也不是所謂的第一次出犯 那這次只是因為呢 第一個在公眾場合再來太嚴重了 那其次是因為呢 其實王子瑜他也升進了所謂的保護令 然後呢也要提起訴訟方面的官司 那呢加上呢又去驗商 所以整個事情浮出檯面 那當然大家有講到說 那這個男的到底有什麼好 我覺得女藝人 VS所謂的董作 或者是說科技公司的大老闆 大家都會有一些有色的眼光 或者有一些聯想 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因為貪圖了什麼 或者什麼之類的 好了必須跟大家講 最殘忍的是 王子瑜描述 他說他跟他交往期間 他沒有拿過他半毛錢 他其實都在吃他的老本 因為他有演戲 我剛剛講啦 他有自己的演藝工作 可是他都吃老本 一直到這一兩年來 他幫這個董作照顧兒子 所以呢他會給他兩三萬塊 對 可是這所有的兩三萬塊 要強調是不穩定 不一定不定時這樣子 所以你不覺得這女人很傻嗎 對 希望這一次他真的可以清醒了 那其實今天呢 我們在現場呢 有三位 有他們的心情故事 跟心路歷程 要跟我們分享的 像紫薇就是之前 對 我的 其實我現在想一想 我很慶幸耶 因為我就是 我的第一次戀愛了 我就被打了五次 然後我以為男人 就是這樣會打人 所以我一 因為一開始談戀愛 如果你沒有前面 那個好的男人來比較 你會可能覺得很挫折說 哇 我的男朋友 怎麼會這樣對我 可是因為我第一次談戀愛 這就有暴力傾向了 然後我還跟他 還有那個生了一個兒子 那我其實那時候 我國小就 就已經認識是個男孩子了 所以是青梅竹馬 國小 青梅竹馬 對 我是田徑隊的 他是橄欖球隊的 所以你看他的力量很大喔 然後第一次他打我的情況是 那時候已經讀高中了 然後放學的時間 剛好有一個 每次都在公車相遇的一個男生 看到我在那邊等車 然後那時候我的男朋友去當兵了 然後看我等車 他說 你就住我們家那邊 幫我騎摩托車載你 結果騎著騎著 突然就有一台轎車 衝到我們摩托車前面 然後我一看 蛤 奇怪 我男朋友在當兵怎麼會突然出現 然後他也沒有問什麼原因喔 就直接把我從那個摩托車上抓下來 正面一拳倒下 就把我敲下去了 我就整個混倒在地 然後他還說 你不要在那邊裝死了 趕快給我起來 然後我完全就是 只有聽到這個以後 我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等我醒來的時候 是在他車上 然後他就說 他把我還在繼續咬我 他說你為什麼坐那男生的車 我說他只是我的鄰居 每天等公車載我 他說你一個男生 你為什麼要不要給他載呢 就這樣子吃醋 可是他就告訴我說 那對不起喔 我太愛你了 我沒有問一個原因就這樣 然後就開始買禮物送我 他說你原諒我 我心裡想 我的第一次不知道會不會有第二次 但是還是你當下覺得他真的太愛你 他覺得直接比我還不錯 對 你看他就是 這是一個迷思耶 突然變性了 打是情罵是愛這樣 那時候覺得太愛我了 可是一直到了後面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就是常常因為吃醋 後來懷孕了也生了小孩 然後就想說 那我們來開個店好了 吃吃豬餐 我跟客人講話喔 他竟然會說 你為什麼跟他講話 然後就罵了那個人之後 把我們所有的菜倒掉 然後把客人趕走 鐵門關起來 然後我就說你幹嘛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我覺得受不了你這個脾氣了 然後我們分開出一陣子好不好 完蛋了 聽到這個話我又被打了 那你剛剛那個第一任 你就打了五次 為什麼最後一次他離開 最後一次才離開 那時候 其實他每次打我我都跑 可是他就是一直求我回來 求我回來 然後我用了什麼方法 我跑去同學家就會被找到 然後跑去找親戚也會被找到 然後最後一次被打的時候 那時候我真的是非常的難過 然後我就騎著摩托車 想說 我朋友也求過了 什麼都求過了 不然我還去廟拜拜好了 就請求神明幫助我 不要讓我這一次再被找到了 於是我拜拜好以後 我就把摩托車放在車站 一個男校到台中 然後去找工作住 結果到了過了兩個月的時間 我心裡想 哇 這一次好幸運喔 真的有神明保佑 真的神明保佑 我兩個月沒有被他找到 結果突然我在上班的時候 他就出現了 那個真的是 到台中喔 而且我 真的到台中還被他找到 我真的把他拿來的神通力 沒有 可是問題 妳有跟以前的朋友 家人聯絡或什麼 都沒有 我在想他是不是跑去哪裡算命 算到我在哪裡 好厲害 那你現在是跑去找 從一個人算命 對 那沒有太厲害 因為我去算命就那幾家 他知道 然後我就想說他會不會去找 反正不管 結果他找到我之後呢 他就說 妳跟我走 然後我就說我不走 然後他就說 妳要走不走 然後我就說我不走 他就開始踹我了 然後踹著踹著 我就不走 我就賴在地上 然後他就這樣子 硬抓著我的頭髮 從B1 要拉到一樓 然後還邊拉邊踹 然後踹到我 就是已經幾乎是沒有意思了 因為同事不在旁邊 有有有 同事就突然 就我們老闆 就當然就出面了 然後我同事也出面 就把他拉開 然後把我拉開 然後把我救到 我們老闆的 那個房子就對了 然後就說 妳趕快躲一下子這樣子 我覺得到我現在為止 我知道到現在 其實已經很多年了 可是我常想到 我就覺得替他覺得好難過 他其實是這個本土的 應該算花旦 然後現在都是演 演那個媽媽的林佩君 現在在演牽手的 然後佩君姐 那我跟他私交 其實我頗有私交 那我記得他那時候 告訴我他的遭遇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也覺得 滿痛的 他說他也是跟一個所謂的 類似暴力男在一起 簡單的來講好了 可是因為愛了 愛了都會覺得說給對方機會 因為他第一次出手打他的時候 也是沒有預警 也沒有什麼 就我們常常覺得說 有這麼嚴重嗎 其實真的沒有 好了 可是有一天他發現 他回家的時候 管理員告訴他說 林小姐 我們家最近附近 發生強暴案 你一個人出爐要很小心 好 那他是不是很嚇對不對 可是那時候 他就覺得心裡怪怪的 可是後來他就看了那個 看了那個監視器 他就覺得說 欸 那不是他男友嗎 就戴著安全帽 那不是就是他的 你說那個嫌疑犯是他男朋友 對 然後後來他就覺得很怪 然後後來他回去之後 他就當天晚上就問他男朋友說 最近我們那個社區附近 好像發生了好像怪怪的事情 然後有人 有女生被怎麼樣 性侵啊 什麼的 可是男朋友就媽說 就是嫌疑犯犯 你幹嘛問我 幹嘛怎麼樣 就惱羞成怒 可是那時候他心裡就有底了 好了 那後來其實佩君後來 也跟他生了小孩 就像那個子惟一樣 你說是這件事情發生了之後 他們還生了小孩 對 就這個是 可是那時候並沒有 並沒有就是說 應該是說 他也是說半信半疑 覺得男朋友應該不會這樣 他只是懷疑 對 可是事實上是這樣子 他沒有去查證 但還跟他生了小孩 他第一次出手打他 也是沒有預期 他就展開逃亡的生涯 他到處逃 可是為了小孩 那時候我懷了孕 他還是要搭戲 你知道多可怕 有一次他在棚裡面拍戲 那個拿著拿 等一下 能說好 怎麼知道能說好 我有種很不安的感覺